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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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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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生我等的好長 從懵懂少年到孤獨的往 这一世我爱的好伤 任你把剑扎紧握胸膛 我的战马飞踏为你拼天下 你的琴弦不动伴我小天涯 愿为你设江山为你斜开家 愿牵你的手陪你刀青丝点白发 那古傲的冰影咽不住紧缩的泪 风向的一吻止不住风干的泪 不记得岁月素纹似念入睡 此闻来世如如从不尽 岸月轮回 岸月轮回 上满天落花 岸月轮随 夫人 有什么事情 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 来 来 拼天会选择哪条路走 这一路有没有人陪着她 她在信里也不说清楚 害得我这么担心 将军 你得派人去找找她 好 算算时辰 白姑娘应该也快到了 我这就去派人接她 嗯 等一下 将军 拼天来大梁的事情 绝对不能让大王知道 好 为父知道其中的厉害 一切都听夫人安排 嗯 那我去了 你 我去 我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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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这么久 我们终于到了吧 这应该就是松森山脉吧 不过这天气这么差 恐怕今晚我们是翻不过去了 阿罕倒是说过 在这山上曾经有一个废弃的关卡 可以用来过夜 但这天气看来要下雨 我们得赶紧 最好赶在下雨之前找到那里 那我们快走吧 姐姐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哎呀 姐姐 那边有一条道 没有设关卡 我们可以从那边走 不过 为什么那边就没有设关卡呢 嗯 这松森山啊 东面阳光充足 植被茂盛 雨水丰沛 而西面 飞沙走时常年干寒 所以 当然是在东面设人道 利于人行走 关卡设在东面 是因为 细道难行 但我们也没得选了 走吧 要是等到天亮 就更难躲过那些 巡山士兵的耳目了 嗯 走 走 站住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 我是附近的山民 下雨了 我的羊没有暗时回来 我得上山找找 走吧走吧 站住 这么晚了 上山找杨总 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抓住他 出北街 快 来 告诉他将军 是 你们是贵长青的人 是不是也奉命 在这儿等白平亭雨 是是是 他人呢 大侠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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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几日 一直守在关口 根本就没有看到他的人影啊 里面 板子 这怎么都在找白冰亭啊 姐姐 这天这么冷 你把这个披上吧 不用了 我不冷 身子重反而不好走 走吧 好 谁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快出来 狼 快走 姐姐 这 是狼吗 快走 姐姐 快走 狼要追上来了 孙菊 你先去前面等我吧 我一会儿就过来 等 你以为我会丢下你一个人逃跑吗 快走 我怕是走不了了 他也累了 快走吧 孙菊 姐姐 你看错我了 来救我呀 孙菊 孙菊 救命 SCHOOL 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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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君 驾 驾 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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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白姑娘 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是耀天公主派你们来的吗 白姑娘 请你跟我们回云安城 驸马在等你 驸马 原来是何侠呀 驸马说了 只要姑娘就范 她肯定不会伤害姑娘的 天下人都知道 白姑娘和驸马 有着打小的情意 与其在这儿 与其在这儿风吹雨淋 不如回去做她笼中的金丝雀是吗 白姑娘应该知道反抗的下场 下场 我都已经走到这里 还怕什么下场 我绝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走开 你会打那个王八蛋 就是将其是你们的吗 我跟你们拼了 不许你们欺负我吧 姐姐 闪开 走开 翠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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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站住 走 姐姐 快走 快 快走 快走吧 姐姐 狗伪劫 将军 将军 叔 白平亭站哪里 我们本来已经追到白平亭 让他跑了 哪个方向 哪个方向 就在山中 向着密林里逃了 姐姐 总算安全了 接下来我们往哪边走啊 姐姐 刚才那个人 刚才那个人 应该是一个会武功的当地人吧 应该是个当地的猎户 我 你真看清楚了吗 那还有假吗 可能是我太想他了吧 你这是干吗呀 若是他们追来 也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我们往反方向走 好 他受伤了 他受伤了 哎 哎 姐姐 你看 走 走 走 小心 姐姐 你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都怪醉剧不好 醉剧没有药 也没有银针 看到姐姐这么难受 我却帮不了姐姐什么 不好 姐姐不怪你 不怪你 姐姐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来 快把衣服穿上 我去找点东西生活 白姐姐 我们可以用书生活 不要 不要 都什么时候了 再不生活 你会被冻死的 醉剧 千山万水都走过来了 没想到还是留不住 白姐姐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说好的 一起去白兰梁边关 一起去找你的朋友们 我们说好一起去影剧的 有块田 有母帝 你在窗前念诗 我在院子里 带着小孩子们玩 还有那些 我们说好要种上的花 我们通通都得要种上 你要是敢丢下我一个人 我就 我就把那些 那些屋子啊房子啊树的 全都给你烧了 然后回到东山别月 把你酿的塑香扮运全都砸了 杀醉剧 我怎么会丢下你一个人 不怕 天晴吧 我就会好 我会带着你去影剧 有小娃娃 有酒 有花 有诗 不怕 要是再能喝上一口 塑香扮运 就好 姐姐 你又想他了 命数如此 我也不怨什么 但是 如果你能再见到他 把我转告他 我这一生 因为遇到他 才没有白来一场 姐姐 你又在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呀 你要是想念他 你就自己把这些话告诉他 你会活着的 所以 我一句都不会替你转告的 罢了 又有什么所为 他知不知道 又有何所为 人这一去 还不是什么都成功 姐姐 别说了 你 你一定要活着 活着替我好好照顾他 替我守着他变老 替我守着他长眠 我这一世 我这一世 与他渊渊甚远 下一世 还会再等着与他相亲 不 姐姐 你不会死的 你忘了吗 你不仅有我 你还有我师父 我师父医生那么高明 不管是什么病 他都能治好 只要你还活着 姐姐 快 山青青 路迢迢 月儿过树梢 对不起 孩子 师娘无能 不能让你降生在这个人世间 不能让你降生在这个人世间 去何来道 到 冰亭 你到底在哪里 冰亭 你到底在哪里 冰亭 你到底在哪里 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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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一找到人就回来 你要等着我 等我回来 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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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知道吗 你可值一千两银子呢 只要能把你带回去 我就能每晚搂着最香楼的姑娘 逍遥自在 拿你一个 换她们一群 何乐而不为呢 你跑什么 你跑什么 跑什么 跑得扰吗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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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品亭 你可真能跑 活像个小耗子一样 你这个变态王八蛋 要杀要剐你就快点 要不然你就放了我 别跟着我了你 放了你 为什么 站住 别跑了 变态王八蛋 我射你的头了啊 站住 射你的肩膀了 射你的屁股了 你这个混蛋 叫混蛋也没有用 这里没有人会来救你 而且我劝你省点力气 因为一会儿 有你叫的声 杨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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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朱飞姐 朱飞王 和侠 和侠也行 难道你们都忘了白品亭了吗 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没想到价值一千两的白品亭 是如此粗鲁的女人 你 你 你还给我 和我也好 和我的胃口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走 被他们杀了 怪可惜的 不是 王八蛋 杨凤 你快来救救我啊 杨凤 女人真是麻烦 我这又是何苦呢 没有 他怎么会被刺激 你看 来那 将着军报 快马送回宫 和将军打个斗 我可以在将军开口喊人之前 挑拨将军的后恩 杀了我又如何 杀了我 你不可能活得出去 再和将军打个斗 我杀了你之后 不但可以来去自主 顺便还有心功夫 再杀你几元大将 你未免也太小看我 白粮大战未及 既然不用打仗 士兵们也不用绷紧心弦 早早放松下来 何况牛下令明日回城 行军劳顿 他们自然在帐篷里 抓紧时间休息 现在十有八九 都在睡目当中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今日我不是来取你性命 我要你向梁王传几句话 传什么话 如我所料 梁王派兵驻守白粮边界 定是等白兰战后坐收渔翁之力 你奉劝梁王 死了这条心 贪得无厌之人 比自食恶果 如果梁王不听奉劝 我会让梁军的大将 一个一个从上到下 一个种方式死掉 让梁王看着他的大军 慢慢瓦解 从铜墙铁壁画成一盘散沙 放肆 上将军现在觉得 我有能力杀得了你们梁军大将呢 你要杀便杀 你今日绝逃不了 我说过了 今日不会杀你 我要从梁军最厉害的将军 泽影开始 山将军 昨夜发生了什么 这刺客究竟是何人 此人禁我梁军大营 如入无人之境 如此气魄 如此实力 如此胆识 天下也只他一人了 上将军说什么呢 谁啊 谁 大进镇北王 楚北劫 楚北劫 是他 怎么可能 白梁战事早已结束 他禁军大将为何来我梁军大营 对 是啊 谁道理啊 这是为何呀 这是为何呀 莫不是为了白姑娘吧 白姑娘 此话怎么讲 尚将军 我军在白兰的探子回报消息说 白兰边境最近颇为异常 守备森严 听说是为了一个女子 还听说有人为了这个女子 连挑白兰七道关卡 勇猛异常 白兰军中无人可敌 丧尽颜面 死人若是楚北劫 那女子不就是白姑娘吗 丹妻连挑白兰七个关卡 对 与昨夜的情形何其相似 楚北劫是为了白姑娘 出兵白兰 可大仗未打 她却独自一人来到白梁交界 莫非白姑娘不在白兰 也金人我大梁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会从哪里入境 现在人又在哪 白姑娘毕竟有恩与我大梁 这次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麻烦 我等不能忘恩负义 弃白姑娘于不顾 是 三荣 明日我军就要启程回都 你派三十名得力干将留下 在白梁附近巡视 如果能碰上 至少能帮上忙 是 还有 楚北劫昨天饶了我一命 说是要从我大梁最厉害的 泽隐将军开始 逐意将我们杀死 这好 快 你赶紧派人快马 通知泽隐将军 末将得令 将军 前几日有人独闯我梁军大营 杀了营帐外数十亲兵 还要挟若寒将军 梁军要一个个杀死我大梁 所有的将军 独闯大营竟无人能拦 是的 此时千真万确 若寒将军说 当今世上能做到这般事情呢 恐怕只有朕北王楚北劫 他还要挟说 楚 楚北劫第一个刺杀的目标 就是泽隐将军你 可知楚北劫意欲何为 来人并没有说明所为何事 若寒将军担心你有危险 所以特派小人 前来请将军做好准备 不用准备了 我已经到了 果真是你 你怎么 在下并无恶意 只是有吉事相求 有口于不知泽隐兄隐居何处 所以出此下策 属在下冒昧了 楚兄 今日家中不便 不方便待客 要不然你先找个地方歇息 稍晚一些的时候 我在登门拜访 则隐兄 请容在下问一句 如果拼廷 住口 你还有脸敌他的名字 夫人 夫人莫要着急 此事尚无定论 还须问个仔细 夫人 为何如此待我 拼廷在哪儿 你在哪儿 你是他丈夫 怎么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在哪儿 他当初不顾一切地寻找你 就是为了这一生 跟你一起共度 你怎么舍得让他葬在了 古玲玲的荒山野岭中 你真的好狠毒啊 你说什么 原本 原本他可以跟我 在这世上好好地活着 逃离世宿 所有的纷纷扰扰 他可以过自己的清闲日子 可他几次三番为了救你 他舍身相救 我以为你会珍惜他 呵护他 可你做了什么 这不可能 他在哪儿 他在哪儿 楚兄 我知道 白冰廷怨我 恨我 不愿见我 想要罚我 打我 骂我 我除北家都认 但景夫人 让我见他一面 哪怕只远远地见一面也好 你 苹婷如我亲姐妹 我就算诅咒自己的性命 也绝对不会对苹婷有半句妄言 楚北极 既然你生前对不住他 你今天过来干吗 你快走 你别打扰他 你就让他好好地离开 你们骗我 品宁就在这里 她就藏在这里 楚兄 我们 我们在松森山脉 找到了白姑娘的尸骨 还有她一直佩戴的叶鸣玉三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白姑娘遭人毒手 死状凄惨 折引上不忍之事 她不会希望你看见她 我不知道这些年来 她一个人受了多少伤 遭了多少罪 她走的时候满心期许 若她不是太绝望 太伤心 怎么会千里迢迢地过来找我 楚北京 她到底被你伤了多少 负了多少 我不许你碰她 她不想见到你 夫人 夫人 夫人情绪不稳 家中实在不被待客 楚速请回报 聘廷的 何时出兵 七月之后 周北相对 去他 平平有过一个很傻的念头 有多少 傻到 希望王爷对我 不管世事百转千回 都离不开初衷 我要带你去我娘亲的家乡 那里没有尽焰百两 没有陛下 没有小金黄黄 没有往日的痕迹 一切都是信念 我要在那里 给你建造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世外道源 好 我等着你一支 我 隐藏着暮光 带天下风起云涌是狂妨 我 自上一支孤芳 和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 天 灰亮遥远避方 像风火消尽城市灿烂过往 你 语言的沙场 用爱上流淌在黄土之上 为战啊战 为声啊唱 为你抵挡 对月仰望 对天哪海 对你疯狂 挥挤肩膀 荒凉悲壮 别忘记我模样 无我 无名 无常 从此随我的心事 从此短茫茫归途 别远想象最深处 我回首来世路 何来繁华的肖长 烈日当空心着想 我永不 相复 为战啊战 为声啊唱 为你抵挡 对月仰望 对天哪海 对你疯狂 挥挤肩膀 荒凉悲壮 别忘记我模样 无我 无名 无常 无我 无名 无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